夏威夷好像百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夏威夷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 截至8月22日 光鋒記錄的死亡人數上升至115人 強風伴隨著降雨 加上低失的環境條件 助長了火勢 火焰羞出蔓延燒向人口密集區 今天來新門町逛街 哇 老闆町好帥喔 怎麼了 欸 小姐你怎麼了還好嗎 欸 怎麼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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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啦 訂閱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ShakeCream的邏輯 來 姬姬姬 阿姨 希咯 沒有 希咯沒差啦 但是爹在上面睡覺 那如何證明 不然你讓他叫兩聲好了 因為他現在要張開眼睛 好 好 好 沒錯 今天開場了 我們先來問大家就是 大家知道夏威夷大火嗎 知道 這個新聞很大 而且是在這個月發生的 你知道嗎 就在這個月喔 8月初的時候發生了一個 重大事件 這個很誇張 這是發生在美國 然後就是大家所知道那個 哈威夷夏威夷的編故 那時候我看到一些片段 就是我滑梯頭 我滑到一些當下的畫面 然後覺得 哇 你看電影情節 但是應該大家有聽過一些 一些森林大火的一些事件嘛 就是有時候可能是太熱嗎 還是人為造成的 然後可能就是 因為在樹林就是比較容易那個嘛 狗比較容易這樣喘 所以就很容易發生森林大火 那這次的事件好像聽說是 夏威夷好像百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那我們今天看的資訊是 差不多到22號之前的資訊 好 那我們想看一下這次的這個 夏威夷大火事件 待會會看一個文章是說 還有我覺得有三個造成的原因 好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事件 好 就在2023年8月8日起 美國夏威夷州貿易島爆發嚴重火山災情 火勢迅速蔓延全島 同時也對鄰近的夏威夷島 及歐湖島造成了一定影響 由於受到風阻染的影響 山火導致了廣泛的撤離行動 同時也造成了大面積的破壞 夏威夷州政府於8月8日簽署了緊急命令 宣布全境進入緊急狀態 緊急命令授權實施多項關鍵舉措 包括啟動夏威夷國民警衛隊 夏威夷應急管理局 調派相關人員參與災情應對工作 夏威夷緊急管理署主任 以及緊急管理署管理員 也獲得了相應權利 以採取必要措施來有效管理 並應對山火的災情 此外為了緩解山火及颶風朵拉可能帶來的複雜情況 州政府還決定動用週一頒稅收基金 以確保應急救援和恢復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好然後在8月10日 美國總統喬拜登發布聯邦重大災難聲明 夏威夷州州長喬西格林稱 此次山火是夏威夷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 截至8月22日 方方紀錄的死亡人數上升至115人 夏威夷山火是自2018年銀溪大火以來 美國最嚴重的火災 也是自1918年克洛凱火災以來 美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火災 太平洋災害中心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估計超過2200座建築物被毀 絕大多數是住宅 火災造成的損失估計約為60億美元 OK稍微看一下這次的夏威夷山火事件 我有看到那個新聞一開始真的是很難以置信 因為它好像一燒就是一整區喔 就是因為有人拍那個空拍圖 因為他們的房子不就是大大 一個方格一個方格嗎 就看到很多黑黑的方格 我就覺得哇怎麼會這樣子很恐怖欸 對就是非常的嚴重 好有些照片因為比較驚悚 所以我們可能就看一些照片就好 好那我們這邊看了就是那種 就是那些空拍圖 然後真的是非常嚴重 然後現場的話就是 可以說是一片狼藉 就是真的都被大火燒過的樣子 真的很可怕 而且他們說那個火事好像就是 蔓延得非常迅速 所以幾乎就是很難很快去反應說 現在該怎麼辦 就只能跑這樣子 因為很多人的家好像都毀了 這真的太嚴重了 好現在夏威夷政府就是已經進入那個緊急狀態 然後我在想可能那個全世界可能 可能都會有一些那種團隊去幫忙 好它的來源是維基百科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文章就是 這邊它有推估三個原因就是 讓那個野火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 然後再來是遠見 那我們看一下 據彭博社BBC報導 火源可能來自夏威夷電力公司 旗下損壞的電力基礎設施 數千名在當地生活及工作的民眾和目擊者 已集體對該公司提出集體訴訟 儘管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為 島上電力設施引發火警 但近年氣候變遷加劇焚風乾旱 加上島上複雜的地理位置 使得火災一發不可收拾 好我們先看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是炎熱天氣加劇暴汗 過去十年間全球氣溫急急上升 氣候學家開始將乾旱迅速惡化的狀況 歸納為暴汗 所謂暴汗指的是 因降雨稀少 烈日高溫和強風導致植物水分流失 土壤快速蒸發 地表變得更加乾燥 根據美國的乾旱監測報告 全夏威夷州已歷經一年乾旱 過去一週夏威夷乾旱加劇 島上超過三分之一區域 處於異常乾燥狀態 本週嚴重乾旱比例更上升了11% 在茂怡島呢 乾旱情況的惡化速度 已符合爆汗條件 第一個是爆汗 那就是更嚴重的那個吧 乾旱吧 乾旱 嗯太乾了 極度的乾旱 所以這可能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可能原因是 高溫伴隨颶風 經濟學人報導指出 造成野火蔓延需要乾燥的燃料和強風 而近期夏威夷恰好具備這兩個條件 好在日前 夏威夷南部遭遇太平洋 剛形成的四級颶風 躲拉襲擊 強大高壓滋留夏威夷北部 下沉氣流形成乾燥 高溫的焚風 兩相結合變成破壞力十足的強風 美國氣象局指出 八日晚間躲拉颶風距離貿易島約1000公里 強風伴隨著降雨 加上低濕的環境條件 助長了火勢 火焰迅速蔓延燒向人口密集區 此外呢 當地地形加劇高溫問題 溫暖潮濕的強風從迎風面登上山頂 再從山脈背面下沉時 就容易形成強烈高溫的乾燥空氣 當氣流來到拉海納平地時 變得更加乾熱 甚至形成焚風 然後在火災發生的這幾天內 貿易島的陣風風速紀錄 測得高達108公里一小時 然後通常標準是 一小時就12公里 所以就是超速的概念 所以第二個原因是 高溫伴水颶風 所以就是 哇 是不是就是有點像是 很熱的颱風的概念 或者是大家有沒有知道 我們在那個燒金石的時候 如果你要讓它火更旺 是不是要那個山風 就是變成那樣 然後吹向人類 對啊 應該很恐怖耶 那個真的太嚴重 或是烤肉的時候 你要讓那個火更旺 就是要一直在山風 所以我覺得那個一定很恐怖 因為火在那邊 然後又有更強的風去吹 然後那個火就更旺 哇 這太嚴重 而且那個是大自然的一個 發生的事情 所以也避免不了 好我們看第三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 是這場火災演變成 世紀野火的另一個可能原因 夏威夷大學研究熱帶火災專家的 特勞尼希特指出 拉海納附近許多廢棄 修根的農地和牧場 土地上長滿大量的草和灌木 有部分被外來種植物覆蓋 營造出可燃環境 在乾和季節變得更易燃 外來的天竺草慢生 天可以長高15公分 最高可以長到300公分 不僅可能會抑制當地其他物種的生長 變乾後也成了信手年來的柴火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環境地理學 副教授史密斯認為 近年美國和地中海地區的野火變得致命 關鍵因素與土地利用的改變 脫不了關係 未來針對防火區規劃 減少種植毅燃作物等方法 可採取更多的行動 降低野火自災風險 OK 所以是有外來種的原因之一 是有可能的 它抑制了其他的物種生長 所以就是它有點造成 當地的環境的影響 而且它這個長得好快喔 一天可以長高15公分 有點誇張 對啊 有點像那個什麼 台灣不對有那個什麼 什麼螺那個 什麼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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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粉紅色那個螺啊 有沒有人知道夏包幫我們那個補充資訊 就是以前學校不是都講到那個什麼 有一個外來種嗎 什麼螺 今天講這三個原因就是 不是一定但是可能 對所以呢 真的非常 就是可能之前會有很多的因素 導致這次的這個發展 這麼嚴重的發展 好我們再來看完了 這是夏威夷大火的事件 還有三個可能的原因 大家可以留人的想法 就是 你可以留人覺得 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嚴重的火災大火這樣 那你覺得 如果發生的話 就是現在目前的話 你覺得怎麼做會最好 可以留人的想法 或是你是在美國 或是有朋友在夏威夷 有沒有當地的一些情況 跟最新的資訊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留言起來 告訴我們 好希望夏威夷平安 對然後希望就是 因為我覺得重建應該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但希望他們可以加油這樣 好那我們這次差不多看完了 最近這個非常嚴重的夏威夷大火事件 就是 從8月8日到現在 我們目前 拍攝是24號 所以其實已經過了 兩個禮拜左右 其實是 非常新的一個事件 就是 就最近才發生的 那就希望 夏威夷可以平安 對然後希望就是 不要再造成更多的 災害跟傷亡這樣 希望他們都平安啦 因為其實發生這種事情 真的很震驚 尤其是那時候在新聞看到有點嚇到 因為它那個 蔓延的地方好像區域很大 我那時候看好像 他說不知道是幾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大 好幾個大安森林公園 有一個 就是網路上 謠傳的一個照片 就是說 夏威夷大火只燒平民 不燒婦人 因為婦人就是 有一張圖 然後他都有畫一條紅線 然後左邊就是 被大火燒的地方 右邊是 沒有被燒的地方 然後有人就說 左邊是 平民的地方 右邊是婦人的地方 但就是經過查證後 其實這個不是 就是是 悟傳的 就是它不是事實這樣 那這樣大家可以留很想法喔 有什麼最新資訊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可以在他們補充 那就 先這樣啦 而且你們如果要喜歡的影片 請不要訂閱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訂閱我們的鈴鐺 鈴鐺 鈴鐺 一定要追蹤喔 一定要追蹤喔 之後我們會推出我們的聯名商品喔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到這個連結去購買喔 都已經上了啦 對 那可以到我們這連結購買喔 對我們出了我們的福箱 那大家可以點連結購買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然後記得也可以支持我們 或是你希望我們出什麼樣的福箱 有什麼內容的話 都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或是想看我們出什麼 東西可以得告訴我們 好 那就這樣啦 Dee來了 你看Dee真的來睡覺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希望 下位平安 順利 掰掰 下支影片見掰掰 掰掰 記得留言喔 每一則留言我們都會看 掰掰 我們都會看 在深入的字幕中화 昨天時 在深入的字幕中詞 é唱三個字幕中邢 在深入的字幕中環藏 och朴 cargo證明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